拿著券木箱 基隆市旗袍爱心协会会员 特地结合四位女性议员 女力大爆发 共同展现爱心 协助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上街募发票 帮助植物人 我们旗袍爱心协会长期以来 都致力于社会弱势的关怀与捐助 在此也非常肯定创世基隆分院 对植物人常年安养的照顾 所以我们旗袍爱心协会的姐妹 也时常为他们募集庙固 贪户店 奶粉 或者是捐款 来为这个社会来尽一份心力 陈怡跟我们宁俊档的女力 还有其他协会的姐妹们 在路上希望有协助到我们基隆创世基金会 然后希望可以募到更多的发票 更多的庙固 更多的资源 希望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做爱心 也非常感谢创世基金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够走上街头募集发票 帮助我们这些有需要的职务人 以及帮助一些家庭改善他们的生活 跟大家募款还有募集这些发票 还有物资等等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疫情越来越趋缓的状况的时候 也可以再吸引大家多募集一些资源 给我们创世基金会 发票同时也希望能够叛起社会 对他们的一个关心 大家如果有余力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帮他们募捐一些庙固 或者是资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上许多的一个温暖 疫情期间创世基金会募发票不容易 募集量下滑将近四成 对于旗袍爱心协会和议员们一起帮忙做爱心 创世基东分院由衷感谢 是植物人的尿布经费多年仰赖发票的收入 希望大家可以有发票捐发票 有零钱捐零钱 一片尿布十块钱 除了个人捐助外 我们也非常欢迎爱心参加加入公益的行列 主动向创世索取发票箱或是零钱筒 一起来帮助弱势的植物人家庭 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目前院内安养 44位植物人倒宅服务超过70个家庭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